喔 時尚浩天使 你的名字叫多弱 但你蠟又正 我一看就起生理變化 一千塊 假笑 兩千塊 我不要 三千塊 開始笑 四千塊 給我抱抱 五千塊 衣服脫掉 六千塊 只剩奶罩 七千塊 八千塊 欸 好 今天到這裡就好了 哎呀 大家好啊 你看 你看 看到小狗就有五十顆星星 有沒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看 兩百顆 兩百顆 你看 兩百顆有沒有 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這集M3很認真說的車 喔 那個開起來太爽了 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會開了又變認真魔人 你知道 沒有啦 那個車很可惜齁 因為那個車比我預計的 賣得還要快速 所以我原本想要把它拍得更好 原本要這個道路有沒有 跟我們阿呆都說 要去道路把它拍好了 本來想要把它 拍得更完美一點 可惜 時間上不允許 那一陣子又一直在下雨 所以是有一點 遺珠之憾 要不然齁 等下一次有沒有 要再遇到一次M3 不知道又是何年何月再相否 真的不知道何年何月再相否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齁 我們一輩子 買不到幾次那種車啦 說實在的 齁 那七八十萬 八十 七八十萬的車子 說貴其實不貴 你現在一台阿提斯就要九十萬了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車 如果是我啦齁 我是留不住啦 我是留不住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 使用性沒有那麼 使用性沒有這麼的 符合我的生活需求 其實很多車都這樣子阿 就是 你真的除非要有 兩台車以上 要不然很難開那種車阿 在平常 因為齁 你看像我 我跟我老婆 兩個位置沒問題 帶一隻小狗 那像那種賽車椅有沒有 小狗就沒位子坐 所以就丟到後面 阿丟到後面又有個問題了 我們要下車的時候 要抱它下來又很麻煩 你就椅子要掀開 人要藏進去 把它挖出來 對不對 阿它北藍一點 跑到另外一邊 不給你挖 對不對 你就很麻煩 喔買 買外匯中古車要注意的 是真的蠻多的 那主要幾個就是 第一個 你要注意它的那個 外國的Carfix的資料 要請它附上 然後 去看看它那個 它那個雖然是寫英文的 可是它那個 單字不困難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 它的里程紀錄 保修紀錄 其實應該可以看到 那現在比較常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比較多的這個外匯車 其實大部分它不提供 不附這個Carfix的資料給你 所以你變成你自己得用你的車身號碼 上國外的網站去查詢 最好我是覺得 車商在賣給你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附上 可以做一些評估 那基本上你要問我說 它在國外不知道怎麼開的 事實上 還真的不知道 你沒有辦法知道阿 但是還有一些是說 盡量避開這種 四輪傳動的車款 因為有蠻大部分的 四輪傳動車款都是在 一些會下雪的地區 那下雪的地區 它們常常在這個雪地會撒鹽 這個鹽跟水阿 就會造成你的底盤的 腐蝕 會比其他的車齁 秀史來的快 大部分你能注意的 也只能是這一些 有沒有這個 事故阿 有沒有accident阿 有沒有什麼什麼 Crash阿 有沒有那種 那種事故紀錄跟里程準確度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你買到是不是這個雪地的車 對啊大概現在目前只能 大概注意這些 剛剛說要跟大家分享齁 剛好有人問外匯車齁 剛好我最近遇到一個案例 他說小四哥我買到 一台車齁 里程數太高了 然後我說怎麼說 他說去這個外匯車商買的時候 車商跟他說 跑十萬 但是 注意喔 他以為是十萬公里 可是他的說法是說 車商跟他說跑十萬公里 一直到買車交車回去 他還發現這個十萬是英里 然後他就有來問我怎麼辦 我說哇這個齁 除非你的合約書 有講的 有寫的很清楚說 喔我交給你的時候 這一台車就是十萬公里 那你當然你就可以 就這個英里跟公里的事情 回去蓋灰嘛 然後 他沒有寫 他問我說可不可以告他 我說告他可能 我覺得舉證上面會有困難 對不對 對方跟你講說沒有阿 阿我跟他講的時候就是十萬英里阿 阿 你說沒有你跟我講十萬公里 那會變成各說各話 那除非有人有證據對不對 提出來 喔你有錄音 對不對 你有LINE的紀錄 然後你可以提出說 他跟你講的就是十萬公里 阿如果你沒有的狀況之下 這場官司你怎麼會贏 我覺得這官司你就不會贏了 所以他在問我說要怎麼辦阿 我說基本上齁 我覺得你這個案例比真正的被 調表詐欺還要難 因為調表你好舉證嘛 像同一個時間齁 我也收到的另外一個 私訊問我的問題 他說他也是說他買 二手車里程被調整怎麼辦 那我覺得這還好處理阿 因為 他說小師哥我太晚看到你的影片了 我看到我買了一台二手車 然後看了你的影片之後 我才上網去查 然後到建立網站去查里程 才發現原來那個下面有紅字齁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有調表過下面會有一排紅字 是說齁 此車 比如說在106年的幾月幾號 這個里程曾經這個有倒轉的情形這樣 他下面會有一個附註的紅字 所以齁 大家有在看我的FB粉絲頁都知道 我現在基本上只要超過五年以上的車子 我都會附帶這個 監理戰的查詢的這個圖片給大家參考 那當然做這個動作沒什麼 你們自己也可以去做 只是說我覺得節省大家的時間 我常常在講齁 我們在做生意 真的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屌啦 我講實在的 我只是覺得說大家就節省時間 簡單方便就好了 不要把簡單的事 弄得太複雜 反正他就問我怎麼辦 那我覺得這個還比較好處理齁 因為你是 可能你有合約書 然後你可以佐證說 因為過戶會驗車 對不對 你可以佐證說 這個他去過戶的時候登記的里程數就是已經是變少了 所以證明說到你的手上里程就是已經被調整過 反而這種調表的你要告車上還比較容易喔 像這種英里公里 你一旦沒有白紙黑字寫出來 你沒有一個訊息的紀錄佐證 你根本就是各說各話 你根本別想要弄 好啦順便跟大家分享 他就問我怎麼辦嘛齁 那我就說其實通常 通常啦齁 第一件事就是找消保官消機會 那消機會可能會 了解你狀況之後 他會發文去給這個賣給你的人 那接下來就看賣給你的人 要不要跟你什麼和解啊什麼 那通常消機會 通常在這邊希望 就在這邊可以處理 那當然除非對方 呃 不想甩你啊怎麼樣 那才 進行到下一步 我跟你們講齁 很多外面的車行沒有車牌的 你看了車之後 我相信你可以問他 如果這個車他的車牌是沒有問題的 我相信他都很樂意給你 那他如果不給你的話 我覺得你也不用考慮要買了嘛 因為你連跟他要個車牌 他都不願意給你 那你跟他買幹嘛 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車牌要買不能給 所以其實車沒有車牌有很多的 原因啦 有的以前常說的是 比如說是停死不想繳稅金啦 齁 那有的甚至是這個 也許註銷也有可能 齁 有的是全力車也有可能 齁 大牌拔掉 有的是貸款車也有可能 就是欠貸款沒繳 大牌拔掉 才不會被拖走 之類的 有很多原因啦 那他有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有 有時候是怕 同行之間會有 會有掉車的狀況 沒有過戶辦新牌這種事情 沒有規定過戶一定要辦新牌 齁 還有一些沒有牌的是 因為他之前是租賃車 因為租賃車有個規定 我們車商去 去買了租賃車的時候 他通常都是 狡銷 沒牌的狀況 給我們 歐外匯車 對 外匯車一定是沒有牌的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齁 我最近 剛 又剛好講到外匯車 現在又講到大牌的問題 有很多人齁 剛買了這個 外匯車進來 那開了半年 一年 他就賣 發現這個價差非常大 一差差二三十萬的價差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 因為齁 外匯車進來台灣 驗完車放在場子裡面 他是沒有牌的 台灣很有趣喔 他雖然在國外是中股車 但是在台灣 就視為未領牌 所以他 等於是新車的一種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你在貸款的時候 可以用新車利率 這也是他媽的 很奇怪啦 銀行 國家 設立一個規範就是這樣 好不好 就照著走 他就是新車啦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更高的層數 更便宜的利率 就等於是 你去阿提斯展間 買阿提斯新車一樣的利率 可能有到 2%左右 現在應該有到2%左右 除了貸款以外 你的 不管是保險 或者是這個 保固險 也可以投保 反正喔 你沒頂過牌 在台灣是新車 你可以保一個叫保固險 就是說 一年好像兩萬公里之內 九大基建 什麼引擎 變速箱 壓縮機 發電機 方向機 殺小機 變速箱 電腦 引擎電腦 壞掉的話 他們會幫你修 這是保固險 好啦問題來了 你現在買了半年 你賣掉 為什麼價差高達2-30萬 因為 你已經變二手車了 所以呢 這個車商如果再跟你收回來 他再賣出去的時候 他就不能用 新車的利率賣給下一個人 第二個 他就不能保保固險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 萬一 我賣你這個領過牌的車 不能保保固險 回去 你變速箱壞了 那這個已經 只有車商能幫你負責處理 一個變速箱一二十萬 你回來找我 價值好一點車商幫你修好 那價值不好車商 就跟你揮啊 你怎麼這樣開 你開車 你這樣不對啦 怎樣怎樣 你這個 是人為壞掉的 你是不是怎麼樣 他媽 拉轉什麼小的 大家來揮 車商賣車裡面 有一塊很重要的利潤 叫做 保固 任何一間車商而言 你們 大家都會說 你們車商一台車進來出去賺好幾萬 我跟你講 那個好幾萬 裡面 有部分是保固的利潤 因為我不知道 車商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回來 找他修什麼東西 為了要有一個保險 所以他在賣你車的時候 他要把這個保固的利潤 拿出來 放著 隨時等待你回來 揮的時候 拿出來用 那這是理想的狀況 因為他 你回來 他會不會拿出來 對 這個也不一定 那也是看他心情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有領過牌 在台灣 有領過牌 跟沒領過牌的狀況 Monteo的話 我是真的沒賣 那 沒賣的原因 是因為他 從 好幾代 我賣過Monteo三代 從 最舊款的 96款 賣 賣 再來98款 有沒有 98款就是那個 他把那個用吊車把它吊得很高 啊放下來 砰 之後門還可以打開 齁 那個98款的 然後我賣過Monteo Star 之後我就再也不賣了 因為 我賣了這三代以後 我覺得這媽的 就是一台毛病很多的車子 然後他毛病很多 就是說 我們認為說福特應該零件是便宜的 可是 欸奇怪喔 Monteo又不便宜喔 照道理以前我們的邏輯來看 Monteo零件價格應該要跟 Escape差不多 因為他們就 差不多同等級嘛 2.0的嘛 可是沒有喔 反而Escape零件比較便宜 Monteo的零件會比較貴 那從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這小毛病那麼多 啊零件又貴 我覺得那個車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我就直接 放棄 不賣 但是我不能去說 之後的車 Monteo都是爛車 我不曉得 因為我從那時候決定 我就不賣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後面 哈哈我也不知道 呵呵呵 對不對 我跟你分手了以後 每次只要路上有鄰車經過 我都在看照片 是不是你 呵呵呵 對不對 分手了吧 都不用理他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好 啦好不好 啊你變好了我也祝福你嘛 至少我們曾經 想好過對不對 要問那個 車價齁 要問你愛車的價錢 你就 視訊粉絲頁 好不好 雖然回的慢一點 那有空我都會回答 齁 要不然因為每一次開直播 大家都一直問 車的估價 啊我講難聽一點 其實我曾經齁 有想要 乾脆都不回估價了 連私訊我都不回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大家就是問嘛 他只想要問到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我一直覺得說 我給你一個正確的數字 下去參考 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 但是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中間值 那我回 我回答你齁 我也沒有抱著說 你一定要把車賣給我的心態 對不對 啊我給你參考嘛 啊你去賣別人你家的事情 可是齁 往往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抱了說 哎呦 抱那麼低 我說欸 啊我只是給你參考而已 東西我都沒看到 難道我錢花的下去嗎 你網路上 你叫外送茶 你都還沒看到 茶溫 什麼你都看不到 媽媽要先匯錢去 我跟你講 媽媽你錢匯出去 結果來是一個阿嬤 怎麼可能 啊一樣嘛 啊你問我多少錢 幾年的車剩多少 我就跟你講 啊你自己去參考 我也不會覺得你要賣給我 你最好是不要來煩我 對不對 也沒關係嘛 大家參考 有緣分你就開來賣給我嘛 啊所以我覺得 回答這些東西有時候很煩 這價錢其實不代表什麼 比如說你問我幾年的什麼車剩 我跟你講一百萬啦 我跟你講你明天就開來 開來我說欸不好意思 我現在不想買 我本來昨天有個客人 想一百萬買你的車 今天他跟我說他已經買了 所以 不好意思沒有一百 那你要賣多少你說 你在外面購多少 你跟我說 很多的這個 二手車商就是在玩這 這樣的遊戲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都是消費者自己 我不是要 地時消費者 可是台灣人 真的會有這種心態 很簡單嘛 你去數字網 你要找一款車 你是不是從最便宜的 開始看 對不對人性嘛 那你現在在問 沽車價錢的時候 你是不是問到一個最高的 你才會把車開去給他看 沒有錯吧 那我不會怪你們 我覺得OK 人性就是這樣 但是我給你一個數字 你不要返回來 diss我 阿怎麼那麼低 我舉個例 上次有一個人問我說 小獅哥有一台車 幾年的什麼車多少錢 我說 比如說啦我說 30萬 小獅哥怎麼那麼低 我都有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你的粉絲 可不可以高一點 我心裡想說 看 我什麼小都沒有看到 我是要高什麼 我到底要高什麼 你要我高什麼 我就給你一個數字 你參考 阿有興趣開來 大家喬 大家講 阿你按讚訂閱分享 阿我就要加上萬這樣喔 不然你粉絲 你那個FB給我阿 我找10個人去按讚 你買有便宜一點 我找10個人來訂閱你 你算我便宜一點好不好 所以齁其實 我不知道齁 如果比較常在看 我們FB 發現我前一陣子齁 很少PO車 因為我真的對這種東西齁很失望 我們今天做這個直播齁 回答人家問題 我做3年 每個禮拜三這樣做做3年 我不知道我從裡面齁 我得到多少客人我不曉得啦 我坦白說啦 但是 絕大部分9成9 我們都是無常的在回答問題 在分享事情 在分享案例 怕你們在外面被人家騙 你們都不要來找我買 去外面不要被騙沒關係 你們就不要被騙就好了 我今天齁 我如果抱持著說 我開一個直播 然後你們這個線上 400多人都要來找我買 我跟你講我下個禮拜 我直播就開不下去了 我有目的嘛 我做一個事情 我有目的 我今天開這個直播 每個禮拜三這樣做 做3年 我的目的為了要賺更多錢 啊我如果沒賺到 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了 賺不到啊 我不僅賺不到錢 還要被同行說 喔你每次開直播都跟我們說成這樣 我何必去做這種事情 我做那種鳥事幹什麼 大家齁 50顆猩猩 100顆猩猩 300顆猩猩 那個大家都好玩而已 大家好玩 老咧 猪咪 有時候我們沒有很貪心 50顆 100顆我們就 哇好開心喔 今天這個大家都很支持 我們說 小吃辛苦了 對不對 給你100顆猩猩 啊我看你那個 按讚訂閱分享 我講這樣喔 呵呵呵呵 好不好 反正喔 抱怨完了 看要講到這邊都抱怨喔 我覺得開這個直播就是大家 就是開心跟大家聊天 新同學好朋友 新的老的 買過車的 我很多 線上有很多已經買過的車 來拉迪賽 我覺得真的都很開心 我有個禮拜三沒開 我還有失落感 我又不能見見這些老朋友 對不對 像剛開頭 最早進來 國有 對不對 跟我買兩台 自從要買第二台車 車沒壞 都不回來找我 可是 我們也是靠這個 直播 在聯繫感情 都歡迎啦 真的拉迪賽而已啦 要問 問 問東西 我也很願意跟大家分享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很願意 啊我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講 不知道 我也跟大家講 146M3 我做 中古車20年 我也第一次買 看很多 同行買很多 看很多 我覺得沒什麼好丟臉的啊 就跟凱燕 巴斯特一樣啊 我都跟大家分享啊 我就是第一次買啊 我媽 我不是神 我媽 我跟大家分享 很多 很多 做車行的 都是 家裡本來就過得不錯的 甚至 有的是 上一代就是在做 這個的 只要你家裡有上一代在做二手車 除非他賭博 大部分現在都蠻有錢 我講實在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說 但是 重點來了 你第二代第三代接 能不能守成 對不對 這很重要嘛 有的第二代第三代也是很認真在做 只是我想要說 我們真的生出來 也不是 也不是說真的家裡就 很有錢 對不對 一出來 媽啊 我要勾一隻M3 然後 家裡馬上就 買乾杯 買回來 對不對 支持你 沒有嘛 所以我們也是辛辛苦苦這樣弄弄弄弄弄弄到一天 講難聽一點 寶石節變便宜了 M3 運氣 好 變便宜了 我們才第一次買 野馬 我們那時候也是第一次買 也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 嘿啦 OK啦 反正喔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一樣 那 知足常樂 大家開開心心的 我如果有一天 我賺很多錢 幹我會賺很多錢嗎 照這樣下去看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看 看疫情過去會不會好一點 好啦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保固錢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為什麼 要有聯盟 為什麼聯盟 有保固 其實喔 外面有一些 這個 財團也好 或私人企業也好 有在接這個 中古車商的保固 以前啦 以前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你來跟我買車 是不是你回去有問題 你會來找我 那我是車商 我覺得很煩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來煩我 我就成立了這個 保固公司 就有保固公司 不管是聯盟 還是保固公司 他就說 這個陳先生 這台車 你跟我買了 那你到某某修理場 你看多方便 離你家近 你去啟動保固 啟動保固 你就要付一條啟動保固的錢 然後你要換油 你就去了 站在車行的立場 他只是為了把 後面這些 我們叫鼠位 四位 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推出去 你不要來煩我 那之後呢 你開這個車有問題 你的小事 你賣給我那車怎樣怎樣 你不是有那個啟動保固 你去那邊 這個啟動保固的這個廠商 他負責什麼 負責來跟你說明 這個不是喔 你這個是消耗品喔 我們的保固 你看保固手車裡面沒有喔 怎麼樣 因為如果是我告訴你說 我是小事 我跟你講說 你這沒報告啦 你這要自費 你會跟我翻臉嗎 小事我才跟你買沒多久 阿不是喔 保固怎樣怎樣怎樣 你會跟我擄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你 當我把你推到 其他保修廠的時候 那 你去跟他擄阿 他就負責來慢慢的 講給你聽 就跟那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保險 保險為了什麼 除了為了賠錢以外 還有我們 跟人家發生事故的時候 阿你不用去跟對方在那邊 擄小 你就說阿我叫保險公司 跟你處理就好了 有個人在幫你 處理這個 一樣的意思 我是車商 假設我有一個聯盟 我有一個保固廠 我就把他推到那邊去 然後讓他來 跟你處理 那我就很輕鬆 耶 我錢賺到了有沒有 我就出去花錢 然後再 賺下一個錢 對不對 我就很輕鬆 大概就是一種這種 把一些問題 做一個轉移阿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 在加聯盟阿 在什麼 私人的保險公司阿 其實 他的目的不只是要 唉我講實在的啦 我是很少遇到說 因為畢竟 商人就是要賺錢 我可能比較貪心一點 我又想賺錢 又想要名聲 這樣 其實就是簡單講就是這樣 我就比較貪心一點 所以這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就是一種 保險的概念阿 那事實上 那些保固有沒有用 保固的項目是 足夠或不足夠 那其實 不一定阿 因為每一間的那個 條款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以後要注意一下 所以大家發現 有很多 跟我比較久才發現 其實我都 沒有什麼 保固聯盟 我就是小屍保固 就很簡單 因為我喜歡現場熱熱鬧鬧 你最好是有什麼問題 都回來錄銷 我最怕那客人車買了以後 衝 就不跟我們聯絡 也不回來了 齁 不管好或不好 他就不甩你了 可是我跟你講其實 大部分商人最喜歡這種客人 賣出去都不回來煩我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正確的啦 因為有些客人齁 他沒有回來找你 未必是他用得很好 也有可能 他有一些小東西 他覺得他自己用就好 他殊不知 我們很願意幫他處理這些小東西 這還是好的狀況齁 對不對 有些客人回來 他發生一些小問題 然後他出去外面自己花錢弄 幹小屍媽的 東西也是這樣而已 然後出去跟我們亂傳 阿我不是更倒楣 阿我們明明就有這個服務 是你不用 我覺得不想麻煩是很好啦 只是說 有問題沒問題 大家都回來喇敵賽 不是很爽嗎 做一個結尾啦 好不好 欸打一下廣告 社團法人 台灣雷特市政 並有關懷協會 我們雖然講了那麼多這些 阿薩布魯的 就是好事也要做 好啦大家晚安啦好不好 大家晚安